嗨 你好 嗨 大家 您好 我红娘 甜甜 太暖了 嗨 您好 杨林 63岁 丧傲 退休金 6300元 有双宝 住房面积 97平米 这个是个女儿 大家好 这个事儿还是她打电话干嘛的 我都不知道 她有报名 你也想报名啊 那你咱想到这个已经不曾报名了 我想以后要是工作上的 不能在家陪我爸 我爸得找个老伴 杨大哥说 不仅仅相亲是女儿给他报的名 就连津津穿的这身衣服 也都是女儿给他选的 这都他报我撑了 哎呀 告诉我说哪个 护子哪个啥 到人家去了 你得买花儿 给我买果团 买果团的 我说是你找我找啊 这么吵醒 哎呀 你也孝顺 哎呀 要不然接着 报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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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优秀 哎呀 你看看 你们俩还在这儿 这杨大哥的女儿 为了杨大哥的这次相亲 真是操了不少的心 杨大哥也表示啊 这个还没嫁人的姑娘 就是她在这个世界上 最亲的人了 你都大了 我三十七 三十七 你跟你夫妻在一起 对 三十七了 为啥还跟你夫妻在一块 因为我有身体不太好 有病 要不是父女俩坦诚 咱们还真看不出杨大哥的女儿曾经得过病 因为他现在看起来和正常人并没有什么区别 大学能闹毕业的 能大毕业 嗯 毕业完了 但是我大学时候就生病了 嗯 嗯 毕业完以后就不行 一直就 一直没工作 嗯 就是也不能说一直没工作 因为曾凯做过点灵魂 但是 多数情况下都是在家 然后现在正在好家 然后就想 然后出去工作的话 帮我爸自己增加 跟美金森 怎样别的悲惯了 为什么 就是精神分裂症 感觉我觉得这个头 比如说要变成木头 就从这儿长出来了 然后现在这次马上就发症了似的 或者就是把我爸爸给吃 把人吃 就知道 完了自己就害怕的不行 但是害怕的不行的时候 我就自己在小屋里头 自己在我屋里躺一会儿 我就去坐一会儿 然后就是 一般都躺一会儿 躺到 比如说下午 一般都是下午四五点钟 三天多钟在这儿开始犯病 那躺到七八天钟 然后今天好了 然后不好 我就能够睡了 然后一会儿早上一醒 一会儿还醒 一会儿还活 一会儿还挺好 就这样 对呀 我觉得这个过程应该挺难的 是不是 很辛苦 很辛苦 据杨大哥的女儿回忆 每次犯病的时候 他的脑海里都会出现 很多可怕的画面 让他特别的恐惧 这些情绪 谁都没有办法感同身受 因为在其他人看来 他只是有一些不爱说话 那他自己觉得特别吓人 咱们看呢 我弄他发现 他又不得劲了 我长得他又不得劲了 你万一你看不到 他又有个不知声 不知声 就不是往下要睡觉 五六点钟 就说要进屋谈 然后就去进屋 虽然病症不是很明显 发作的时间也并不规律 可是作为父亲的杨大哥 还是每一次 都能及时发现女儿的异常 您是现在这些脑费多少时间 大概发作那一次 这个说不好 有的时候状态好 就可能两周 比如说一个月 但状态不好 所以当然就得发现 但是会受什么刺激 或者你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 会这样 还是会就是毫无征兆的突然 有的时候毫无征兆 就开始不好 有的时候是 就是想起一些不开心的事了 然后就 马上就一男人 一男人 我也不好 杨大哥告诉红娘 因为生病的关系 女儿一直都没有出嫁 跟自己生活在一起 这也是老伴在2012年 因为新衰去世后 他一直没有再找伴的原因 看得出来 杨大哥这个人是相当的实在了 他希望不欺不瞒 让对方知道自己所有的情况 介绍完女儿 杨大哥又主动介绍起了自己 杨大哥是军人出身 曾经当过四年兵 退伍以后就被分到了 长春发电设备有限公司 做施工抢修工作 因为工作的原因 杨大哥要经常栽败奔波 直到三年前他退了休 才终于能够踏踏实实的 在家陪陪女儿 杨大哥你现在退休金 一个月多少钱 六千三百里 那像你们也俩一个月 他有 他也低保一千 他低保 甚至一保都有 我现在准备就是剩三千 杨大哥每个月的工资 有六千三百元 加上女儿一千元的低保 这条件也算是不错的 但是杨大哥说了 虽然物质条件比较富足 可是自己还是觉得对生活上不太满意 提起女儿的病情 杨大哥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他特别心疼女儿的经历 所以在找老伴 杨大哥唯一的一个要求 就是对方一定要对女儿好 杨大哥对另外一半的要求不高 只要是对方能好好对待他的女儿 那么他也一定能这一大限度的去包容对方 谁要跟我只能说相辅 不能失败 这活是家里活都不用他干 做饭也不用他干 钱要是咱们这样说 喝了钱 往那一放 或者你经过 这个钱 你再说 你再密集 我说不好的 再攒小分 你咱攒哪 是不是 听了杨大哥的话 我们的红娘打算 再问问杨大哥女儿的意见 那你希望你爸找一个钱的地方 就是人好的 对我爸智能智热的 因为不烦我就行 不需要对我特别好 但是不烦我 然后最好是能跟我成为好朋友 就更好了 带着父女俩的嘱托 我们的红娘找到了 红馅那头的江红 江大姐 不知道她们会不会 有成为一家人的缘分呢 大姐你好 红娘甜甜 江红57岁 离异 退休金2100元 有双保 住房面积49平米 大姐你这房子多大 不到50米 差一 差 49米6 49米6 这房子不大 但是你看大姐这个布置的 挺温馨的 这五年了 五年了 对呀 这房子搬来五年 江大姐现在住的房子 是公存房 每个月需要交369元的费用 房子虽然不大 但是却布置的非常温馨 看得出来 这江大姐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 这都是衣服 那大姐是这个呢 人都包上了 对呀 这都是衣服 你是包上的话 你穿起来 哪里 能知道 那也得 那还干净啊 要不着着灰 你这屋也没有灰 那我也 你看我还割脸呢 你看我这里面全衣服 看 都有的哈 哎呀妈呀 这 对呀 这都是衣服 看 这衣服 这下面是内衣啥的 啊 对呀 我这 对呀 我这个 这是床罩啥的 背罩什么的 都搁包里的 这包留期啊 对呀 这就是我的上衣 这边是棉裤什么的 这是冬天穿的 看得出来 这江大姐真是个力证人啊 过日子 肯定也是一把好手 接着江大姐给红娘介绍起了 她退休后的一个副业 我得网上卖眼镜 有时候就是 不过要上我家那哈 看眼镜 啥的 我得网上卖 这个就是配 的镜框 这个是万宝龙 诗乐 这咱家进口的 原来咱家有商店 这不是剩的货吗 我把床退了 现在生意也不好 那你原来是看眼镜店的呀 对呀 那你平均就是卖眼镜 就是一个月收入下来的 也就是平均就是 现在疫情不好 也就一千到两千块钱 一个月 反正生活费还难 因为我跟我母亲 我母亲也有养老金 我也有养老金 我的养老金是两千亿 我妈的养老金是三千七 我每月就求出三千 我妈的养老金给我 知道吗 养老金对给我 三千 对呀 因为我这两家的生活 就是费用你得用 虽然卖眼镜挣不了太多钱 可是日常零花 基本上也是够用的 姜娜姐说 她现在没有任何负担 就是每天都要去妈妈家里 给妈妈做一顿饭 她都九十岁了 因为我天天 就今天我是说 我有事 我都给她做碗饭了 做碗 我回来 你每天也做 对呀 做顿饭 完蛋可以热 我妈妈就是有点白内脏 就是能看清楚 但怕油油烟的熏 热饭行 给她做了 可以给电饭锅点热 就这样 安大姐人在市场 你这远吗 要是不远 妈妈是自己生活吗 对呀 我妈一直 嗨嗨嗨的 江大姐的妈妈 已经九十岁了 身体特别好 因为江大姐没有成家 所以她就经常去陪伴妈妈 提起妈妈 江大姐表示 自己的感情生活 也受到了妈妈很深的影响 江大姐是离婚的还是相后 离婚的 我是91年离婚的 91年离婚 86年结婚 1986年结婚 1991年离婚 江大姐的这段婚姻 仅仅维持了五年 而提到离婚的原因 江大姐说呀 只是因为一件小事 后来就性格合不上来 就是一句话 我哥结婚 我帮我哥收拾房子 也就像装修房子 收拾房子 他就说了一句 哎呀 你家就说你都死定了 就说你自己 你说多难听 我就接 我说你要认为这样 咱俩就离婚吧 他离呗 当时这样离婚 他就同意了 同意了 他跟我离婚不到半年 他就结婚 大家看看 江大姐这婚离得草率吧 但是江大姐说了 和离婚相比 自己这婚结的呀 那就更加的草率了 那当时你跟他结婚 你想跟他啥了 我啥都没想中 我跟我妈之气 实际我年轻时候 我跟个同学出过对象 我家想问人家是显著人 我妈不同意 我父母不同意 这不就我俩就分手了 江大姐在年轻的时候 谈过一段恋爱 后来因为母亲阻止 就分了手 分手以后 虽然一直对母亲有怨言 可是也没有多计较 后来有人给江大姐 介绍了前夫 母亲嫌弃 前夫家里穷 还是不同意 但是这一次 江大姐直接用实际行动 反抗了母亲 这不结婚了 我哪登记 我妈都不知道 我父母都不知道 你是觉得你妈管你 管得太得着 太得着 心里我不平衡 因为我特别要强 啥都管 她就认为 我得找一个 就是门当户对的 我就不给你找 我就是跟她置气 就是因为和母亲置气 江大姐嫁给了一个 自己根本不爱的人 离婚后 江大姐今生出户 把孩子也留给了前夫抚养 可是当时28岁的江大姐 却一直没有 再踏入婚姻的殿堂 大姐那你看你离婚的时候 你才20多岁 对啊 那小孩可以再找个小伙子 对啊 而且你也没带孩子 你说你20多岁 你还没带孩子 你后来咋没找 我妈 跟我妈带一堆过我那小孩 跟我妈在一堆的时候 我妈也特别强势 你找对象 又怕要她房子 又怕啥 然后我就说我生气了 我说谁给我接着都让我不看 又是因为你妈了 给你妈了之气 就不是不看 我就因为我妈 就到现在我都是因为我妈 因为当时母亲的经济条件不错 这住着31厅的大房子 总是觉得和江大姐在一起的男人 是另有所图 所以离婚29年 因为母亲 江大姐放弃了再找伴的想法 直到现在有了自己的房子 母亲年纪也大了 她才开始想要再次寻找自己的幸福 现在她也管不了了 老了 也不听她的了 现在我管她 现在你管她了 你哪我管她 啥都管 我说的 她说的 你应该有家 你又有家 我死了也有了 我说你承认了现在 我说你不捣乱了 我不捣乱 在57岁这一年 江大姐终于得到了母亲的支持 那么 单身了半辈子的江大姐 这一次 她会对另一半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呢 大姐 然后那你最长的话 你想找一个什么呀 找一个性格好一点的 我就不想找离婚 我就找一个老实点的 你有没有父母都行 你有父母我帮你伺候也可以 我其实是找个比我大 三个四五岁的 她也知道 她比我大 她也知道疼着 就半辈半的不行 听了江大姐的择偶要求 红娘觉得 这杨大哥是完全符合呀 于是红娘就把杨大哥的情况 和江大姐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尤其是杨大哥的这个女儿 那没问题 一孩子 他毕竟是孩子 他在咱眼里就是孩子 你得就 你能承受人家 你就能承受人孩子 女孩出嫁 可以 咱有钱 咱就多陪送 没有那是没有办法的 我靠我公知 陪嫁是没问题的 哎呀妈呀 还准备陪嫁呢 那小孩一没结婚 你能没有陪嫁吗 听到江大姐说 不介意杨大哥的情况 这红娘的心呀 算是放下了 于是红娘决定 马上安排两个人 见一面 哎呀大哥 妈你怎么拿这些东西呀 别人能空手来呀 买大营头 妈这大营头那么贵 营头太贵了 贵了 不算这点呢 你要给当成了 我再给你买点兽情 梁大哥说了 头火上大姐家 那不能空手啊 就在来大姐家的路上 买了不少水果 哎呀大营头太贵了 哎呀妈 给大营头 大营头太贵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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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屋进屋 没事没事 这 这大营头给大家买的水果 哎呀妈呀 出国来 这来 这来 这没事 这就屋里小点 没事 我等着看过 没事 哎呀 坐那转 压到 坐那转 哎呀妈呀 妈呀是客气上了 你说我问什么 这么得吧 坐这 这么得吧 咱们先介绍一下 啊 我姓杨 叫杨林 我姜洪 哎呀叫名号 哈哈 美女姜 坐在这儿 这个是那个 这可是我女儿 我的丫头 哈哈哈 没事 挺高兴的 今天休息啊 没事 我自己没事玩 嗯 在家大营呢 嗯 也俩像 真像 哈哈哈 也俩都不像吗 挺富的 坐那转 坐这 要你坐这 你坐这 你坐这 哎坐吧 不坐 没事没事 这个阿伯的呐喊 嗯 房屋里小点 是 你看哪儿啊 挺好的 挺好的啊 我这个看起来 还是个儿矮点 矮点就矮点 你也不高 都要伤心 哈哈哈 还行 我这还挺好 天啊 挺好 挺好 这个人丑的本分 不是烂造造的 基本上 眼下 一瞅 有这个 说好 说话 有喜欢 有喜欢的 有喜欢的感觉 嗯 我觉得挺好的 但是 我觉得这个阿姨 从那说话 听得挺善良的 然后还有热情 从里面 还能干 干 我对家 有故事的印象挺好 这刚一见面 杨大哥和江大姐 对彼此的印象都不错 不仅如此 江大姐和杨大哥的女儿 也很投缘 眼看着两个人有戏 于是 红娘提起了 杨大哥当过兵的经历 大哥那个当过兵 不对的 我哥也是当兵的 红义军的 我爸原来就也是当兵的 都是 我家都是老兵 他是老兵 他是当兵的 一看就这意思 他一说他当兵 我跟当兵的特别有缘 我特别喜欢当兵 因为我得 部队院里在哪了 住五年呢 听说杨大哥当过兵 芝江大姐对杨大哥 是更加的满意了 于是他主动介绍起了 自己的情况 我今年五十八 属兔的 十一月六号生日 大哥呢 我是属鸡的 我现在生日三月十六号 比我大六岁 每天比我大六岁 不喜欢找成熟的 这江大姐是真的热情啊 她的开朗呢 也感染了杨大哥 接着杨大哥也开口说起了 自己的感情经历 她妈是病故的 一二年病故的 不喜欢她呢 不跟你说吗 离异的 我也不能同意 我是离婚的 我就是 九一年离的婚 一直没找 现在跟前夫没上来往了 30年就打了六次电话 还因为儿子 就都没有来往 看都没看着 就是真有数量 她不来不 没事来骚扰 人家都结婚了 人家孩子都挺大的 张姐是离异的事 你记不记忆啊 要有人了 就不介意了 两个人是越烙越热乎啊 对彼此过去的感情 也都没啥说的 于是江大姐又主动提起了 自己照顾老母亲的事 所以说我家就有个老太太 我每个白天去玩了回来 白天就像上班似的 完了呢 给90了 哎呀 搞不住 刚才是 讲来 真要咱俩 来一起了 老太太呢 接到一起了 不要 谁都不跟 就是我临时去 就是去完了 回来 那晚上一个人大太能行 行 没事 那我家呢 他掉地下这个 没 我妈身体好 住几楼啊 四楼 能下楼吗 能 给他搜搜 你要不得不 他就没影呢 那你照你妈不样 那我妈活我也得照顾 不介意 不介意 这不介意 绝对不介意 只能这么给人笑 杨大哥对江大姐 照顾老母亲的事情 并不介意 相反他更觉得 江大姐是个非常孝顺的人 同时他也隐隐地担心起了 江大姐会不会 介意自己的女儿 一直到现在 大学一夜 大学 有点病 经验上有点病 那不行 也知道都是 所以说到现在 也没有工作 也没有对象 也没嫁人 始终我们俩俩 没有好的 有好的缘分味道 原谅的姑娘 走哪带哪 也无所谓 小姑娘多好 对于杨大哥的女儿 江大姐不但没有介意 甚至他还挺喜欢这个小姑娘 于是这热情善良的江大姐 还主动给杨大哥的女儿 安排起了工作的事 你干的啥也行 不行你做眼镜 把眼镜都给你 真的 我帮你 真的得晚上卖 你就卖吧 我给你 做后盾 我来做 所以你要进 你主要卖出去就行 剩下都你这钱 你帮我 就我这网上卖货好卖 我也挺喜欢她 现在她已经能合得来 看得出来 江大姐是真挺喜欢杨大哥的女儿 这小姑娘呢 和江大姐也是特别合得来 接着江大姐的一番话 又让杨大哥对她赞不绝口 我爸爸就写着 对你公知 我没有什么 你就放心吧 就是钱的问题 你们家有啥财产 我都不带电影 我就是啥 你对我好 人能耐 没有 我不要 因为我有公知 我还有留花钱 你要把这话说出来 听着说人说 心里都得劲 经济上是你说了 这后边 我也是喜欢 因为你我 要想花 咱就老人喜欢 你让人让我交给你也钱 但是我花多少 你给我多少 我不要 你就搁你的人 我不要 不要钱 我愿意买啥 我就往家买点啥 我不要你钱 你把你钱搁你家 你就花 不够我还能给你添着 这样看着两个人越料越好 我们的红娘提出 让杨大哥带着江大姐回家看看 一呢 是让江大姐心里有数 二呢 也是让两个人在彼此多了解了解 给大哥拿点东西 不要 拿点茶 拿茶没有别的意思 这是我的心意 哎呀心意 这个给你拿的 这个给你爸拿点瓶酒 拿点瓶酒 哎呦 我爱和大姐呀 来来来 喝豆子 这两瓶酒好酒 三十年的酒 哎呦 哎呦 你可别说我是酒鬼啊 没有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那谢谢 脱点底 脱点底海子啊 不能白带你来一回 你自己当老李 哈哈哈哈 这江大姐是真实在啊 大盒子小瓶子的 也真没少给杨大哥拿 准备好给杨大哥和女儿的礼物 我们终于踏上了去杨大哥家的路 这先看我姑娘窝 这姑娘窝挺好的 这看我姑娘窝 干净 这是我的窝 行 这个大哥的窝 行 没有女人的 他就 就是自己熟悉就多干净啊 厨房挺好的 厨房挺好啊 干净啊 你看一个拍照都能看出干净 是啊 这个基本上一个月我刷回 这三个就是说过日子看别人拍照都能看 房子还挺好 这会挺干净 不错了 江大姐到杨大哥家里这一看 屋里收拾的那叫一个干净利索 对杨大哥是更加满意了 杨大哥对江大姐那也是从心底里喜欢 于是两个人有了明确表态 行啊 咱也聊这么天了 完了大姐到大哥这边也看了 咱彼此啥意见都说说吧 我没啥意见 你没啥意见 其实我对大哥 大哥印象特别好 因为大哥对孩子好 我就认为有责任心 他能对孩子好就能对我好 是我爸感到高兴 你爸感到高兴了 领导讲话了 领导讲话了 咱们家有个小领导 对呀 大家有个小领导 对呀 大家看看多温馨啊 彼此表明了心悸以后 三口人又对未来有了清晰的打算 我是有信心跟你相处好 我也是 有信心 大哥有个信心 真的 我都看着 眼看着两个大人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杨大哥的女儿也和洪阳提起了 他的小心愿 我不光是说 没事 行 我不说你说 要跟你说 我光是说 他刚才说 没有 你别说我刚才说 行 没事 他刚才说 别说了 别说了 别说 别说我说 不算他说的 就是 有男嘉宾吧 这个 相助他的 也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 是不是 这好事成爽 不光这个 给父亲找个人家 这个 给我们的事 也别给耽误了 是不是 就顺带 稍稍带着我就行 我今年37岁 然后未婚单身 等着你哦 哈哈哈哈